1月31日媒体纷纷报道 就在31日当晚 全球大部分地区将出现超级蓝雪月 据说150年才有一次的异常天象 所以今晚可谓是全民赏月 身在娱乐圈的明星们 也不会放过这个欣赏美景的机会 纷纷以不同的方式 晒出了自己看雪月亮的场景 黄晓明带着爸爸一起看月亮 还问网友有没有拍到大的月亮 李冰冰则忙着给自己的小王子 科普添苟试月 还自称是美食博主 宁静转发了人民日报的月亮微博 并复文赶紧许个月 苏莽则表达了自己的幸运 看到了一般50年才能见的月全时 气味一如既往的调皮 法力又耗尽了 快看吧雪月亮 李爱直接拉着老公坐在院子里赏月 夫妻俩有说有笑 一起等待这场习惯 对于他们二人来说一定非常难忘 你们呢有去看雪月亮吗 快把你的赏月经历分享出来吧